連政署的中部地區調查組 原本是位於南投市 不過因為中興大學的南投小區創立 所以是把廳設一波給校方來使用 轉而商界學校在臺中校本部的空間 因為連政署是具有司法警察權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引發了失收議論 還有人擔心大學自治精神會蕩然無存 裝潢工人在裡頭粉刷 牆壁上先掛起斗大的機關名字 連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 政府辦公廳設辦新家 不過這落腳的地點是國立中興大學 位於臺中的校本部 由於連政署具有司法警察權 引發校園逝聖議論 就是覺得好像在學校裡面放這種東西 有點不符合學校 因為學校就像工學院 就在學習 然後在教組 然後這東西好像跟學校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剛好這棟好像也沒有在使用 然後拿來做不同的使用方式也不錯 連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限止 位於南投市光明路 因為配合行政院中興新村火化 聽設移撥給中興大學南投分部使用 連政署於是向校方商界救援液戲管 作為行政辦公室使用 相隔不遠的校外閒置宿舍群 新大一村 則作為偵訊與臨時偵察亭使用 連政署發布新聞稿強調 沒有偵察進入校園的疑慮 不過有教職員抨擊 此事未經校務會議討論 大學自治精神大開倒車 新大透過簡短聲明稿表示 連政署商界程序依照行政院國有公用財產 無償使用原則 經校內簽准核定 借用年限正在商議 聽設預定今年六月啟用 未來新大一村辦安區域將與校園區隔開 並擁有獨立動線 不會影響教學 記者楊明鳳龍濤 台中報導